100名工程师被脸书挖走 苹果开出高额股票奖励留人才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12月29日消息 苹果公司向一些工程师 发放了不同寻常的高额股票奖金 以便留住人才 避免员工跳槽到非洲科目公司 Nita平台等科技公司竞争对手那里 知情人士称 上周苹果通知了芯片设计 硬件部门 以及选定软件和运营部门的一些工程师 向帕文发放了这笔非洲期奖金 这些奖金将以限制性股票的形式发放 归属时间为4年 以激励他们继续留在苹果 这些奖金的起步金额约为5万美元 某些情况下高达18万美元 令那些获得奖金的人感到意外 许多工程师获得了大约8万美元 10万美元或12万美元的股票奖励 这项福利是经理们 为奖励表现出色的员工而提供的 苹果不予置评 该公司正在硅谷和其他地方的公司 展开一场人才大战 而蜜塔成为了一个特别的威胁 过去几个月里 蜜塔从苹果挖走了大约100名工程师 但双方是离尚往来 苹果也挖走了蜜塔的关键员工 两家公司很有可能在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 头戴设备 智能手表领域展开激烈竞争 双方均计划在未来两年发布重大硬件 更多一手新闻 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 订阅凤凰网科技 想看深度报道 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